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犹太来的 耶路撒尔来的 约旦河对岸来的 好多好多人跟着他 跟着他做什么呢 因为他们看到他做了很多的事 也讲了很多的话 也觉得很高兴 很喜欢 尤其是他会治病 耶稣治好了很多病 所以这些人常常就跟着他 所以他这里提到说 他治好了许多的人 所以凡有病的人都用来要抚摸他 来接触他 耶稣常常治好病人 常常治愈需要的人 那么他去到处讲话的时候也好 到处去探访人的时候也好 主要的就是让人能够感觉到平安愉快 所以有病的人 他会治好他 那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想这句话很能够让我们去思考 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 对不对 可是多多少少我们有一些病 大病没有吗 小病总是有 那在身体状况是如此 精神生活更是如此 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 心理也好 精神也好 我想我们大概不敢很保证说这句话 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也得承认 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有病的人 就因为我们有病 所以我们才需要医生 那精神方面的病 耶稣是最好的医生 所以从今天的福音里面就可以看到 你看耶稣到处去走 人家就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人家需要他 他也很好 他也就因为爱 因为关怀 治好了这些需要的人 所以朋友们 我们也要注意 真的 我们是个有病的人 在生活当中 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 所以不要怕去找耶稣 他很好 他很有爱 他也愿意治愈我们 当然 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有病 他也没有办法治我们 所以让我们努力地在生活当中去思考 看看我们自己 承认我们的有限 承认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有毛病的 承认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有需要的人 我们去找耶稣 他一定会治愈我们 就像当初他治愈了那么多跟随他的人 那么多需要他的人 所以朋友们 不要怕 去找耶稣 只要找他 他一定会答应我们 他一定会治好我们 让我们一起去找他 朋友们 祝福你